怎么那么多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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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快坐下跟我聊会儿天吧 赚这些小钱至于吗 这还小钱 这可是赶张小吃店一个月的收入了 况且现在还只开了一楼 要是开了二楼 那可不得赚费了 那身子也是第一位的 你这身子 我知道 我身子若爱生病 动不动就晕倒 一定要注意休息 我都记着那薛太夫 你知道就好 账力都已经过去了 你怎么还吹头丧气的 没看到吗 今天很多个人 都是你从鬼门关救回来的病人 可我原本能救更多的人 你是说第一个来的病人啊 你是说第一个来的病人啊 若她早些来的话 或许还能挽救性命 可这言下风气欲风 女子得病除非必有 都不会来看大夫 这又不是你的问题 你别上线了 这又不是你的问题 你别上线了 若是能让女子知道养生的重要性 提前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即使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就不会有那么多令人遗憾之事了 就不会有那么多令人遗憾之事了 可惜言下女子看病都如此困难 更何况养生呢 对了 对了 您慢走 各位放心 养生馆所有的项目 我本人都亲自使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身体啊 是养大于治 与其得了病在治 不如呢好好调养 这足底啊 是我们身体上学会最多的地方 这泡脚配上许大夫特制的艾草包 保证你们泡一泡 就能容光焕发 青春永驻 当然如果大家还不满足的话 我们这边还有升级的药育区和按摩区 不过这些都是师臣许大夫的 这个更多的呢 还是要跟徐大夫来跟大家讲一讲 学得倒是不错 没摆到那么久病好了 你来啦 那个徐大夫来了 让徐大夫好好给大家说一说 雨冰说得不错 强生之道 以养为主